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获奖影视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教父 黑手党家族的荣耀与衰落 2.疯狂动物城 多元共荣的动画预言 3.真爱至上 爱情交织的圣诞饮宴 那魔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教父 黑手党家族的荣耀与衰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不让人无法拒绝的电影 教父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黑手党家族的故事 它更是一部关于权力 荣耀 忠诚与背叛的史诗剧作 现在 就让我们穿上和尘的西装 戴上墨镜 一起走进科里昂家族的世界 但记得 不要带码头来 首先 我们的说说这部电影的大boss Vito Corleone 也就是教父本人 这位老先生 表面上是个橄榄油进口商 实际上却是纽约五大家族 之一的头目 他那句经典的台词 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 基本上 就是职场上 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谈判技巧 然而 这部电影 不仅仅是Vito一个人的秀 他的儿子们 每个都有自己的戏 长子Sunny热血冲动 中间那个Freedo 嗯 让我们说 他是家族中的 特别成员 至于Michael 原本是那个 想要远离家族生意的好孩子 结果却成为了 家族最冷酷无情的领导者 这就是典型的只想安静地做个吃瓜群众 结果不小心 就成了瓜田里的那个瓜的故事 教父 不仅仅展示了黑手党家族的荣耀 更是细腻地描绘了他们的衰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克里昂家族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 也日益凸显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即使是黑手党 也逃不过一个家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代沟 权力斗争和偶尔的兄弟 坚强战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的是这部电影的文化影响 教父 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几乎成了一种现象 它改变了人们对黑手党的看法 甚至影响了真实世界的黑手党成员 有趣的是 有报道称真实的黑手党成员 在电影上映后 开始模仿电影中的角色 比如穿着和语言用词 这就好比你模仿超级英雄 穿着斗篷去上班一样 既有趣又有点尴尬 总之 亲爱的朋友们 教父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黑手党的电影 它是关于家庭 荣誉和美国梦的一部电影 它教会我们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的家族有多将大 最终 你都得面对一个问题 你的家族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还是会成为你最大的软肋 而这 可能是一个连教父 自己都无法给出 无法拒绝的提议的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疯狂动物城 多元共荣的动画预言 各位亲爱的学生 动物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尔幻想 自己是一只狡猾狐狸 或是勇敢兔子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一部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电影 疯狂动物城 Zootopia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社会 是由各种动物组成的 那么 交通堵塞 可能就不是因为车太多 而是因为 一只大象在路上 慢悠悠地享受泥浴 或者 你去超市买东西 结账的时候 发现收银员是一只树懒 那么你 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个下午 才能付款离开 这些都是 疯狂动物城中的幽默元素 但这部电影的深度 远远超过了这些表面的笑料 疯狂动物城 是一部 关于追梦 打破偏见 和多元共融的动画预言 他通过一只来自农村的兔子朱迪 霍普斯 Judy Hobbs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 即使是最不被看好的个体 也能够通过不懈努力和坚持 实现自己的梦想 朱迪不仅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偏见 还要克服自己 对其他动物的成见 特别是对狐狸的刻板印象 这部电影 巧妙地将现实世界中的种族 性别和阶级问题 映射到了动物世界中 比如 大型肉食动物 和小型草食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象征住现时中 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摩擦 而朱迪作为第一只兔子警官 他的经历反映了女性 在职场上的挑战和性别歧视问题 电影中的狐狸尼克 王尔德 Nick Wild 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角色 他聪明 狡猾 但同时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 他和朱迪之间的合作 不仅是一次冒险 也是对彼此偏见的克服 和对多元共融理念的探索 《疯狂动物城》 用他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 不论外表如何 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他鼓励我们去拥抱差异 并且相信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伙伴 也能携手创造奇迹 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我强烈推荐你去看看 它不仅仅会让你笑出声 更会让你思考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而且 谁不想看一只穿着警察制服的兔子 和一只穿夹克的狐狸 解决犯罪案件呢 这简直是动画界的福尔摩斯与华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真爱至上》 爱情交织的圣诞响宴 《真爱至上》 Love Actually 是一部于2003年上映的 英国浪漫喜剧电影 由理查德·科蒂斯·Richard Curtis 指导 这部电影以其星光熠熠的 演员阵容和交织的爱情故事而闻名 它以圣诞节为背景 透过一系列看似独立 但又微妙相连的故事线 探讨了爱情的不同面貌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 且带点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部电影的魅力 和它对爱情的描绘吧 首先 这部电影是一个爱情的大熔炉 它将爱情的隔重形态 从初恋到失恋 从秘密暗恋到长久的伴侣关系 全都扔进了一个圣诞装饰的搅拌机 然后按下了搅拌键 结果是一杯浓郁的情感奶昔 既甜蜜又令人心酸 有时候 还会不小心喷出来一些笑料 电影中的角色多得 就像是圣诞节晚餐的菜单一样丰富 有英国首相 修·格兰特饰演 他在唐宁街的走廊上跳舞 展现了政治家也有轻松的一面 还有一位刚失恋的作家 柯林·费斯饰演 他跑到法国的乡下去疗伤 结果爱上了一位 不会说英语的家政府 这种情节就像是语言障碍 在爱情面前不堪一击的生动证明 然后是那些让人 啼笑皆非的时刻 比如 一位为爱赴尽头的英国小伙子 克里斯·马歇尔饰演 他相信自己的英国口音会 在美国让他成为女性的宠儿 这个情节 巧妙地戳中了文化差异 和爱情幻想的脉络 真爱之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对于爱情的 不同阶段的描绘 从孩子们纯真的爱恋到 成年人复杂的情感纠葛 电影展示的爱情 可以在任何年龄发生 并且每一种爱 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是 这部电影也不是没有批评的 有些人认为它过于理想化 甚至有些浮夸 毕竟 不是每个人的圣诞节 都会有英国首相来敲门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 五星级酒店的圣诞派对上 找到真爱 然而 这正是真爱之上的魔力所在 它让我们相信 在这个节日的魔法之下 一切都是可能的 总的来说 真爱之上 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圣诞饗宴 它用一系列的故事 让我们笑了 哭了 有时候 甚至让我们同时 做到了这两点 它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圣诞节 还是在任何其他时候 爱情都是生活中最甜蜜 最复杂 有时候 也是最滑稽的调味料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三部经典电影 教父 疯狂动物城 和真爱之上 这三部电影 都有着不同的主题和风格 但它们 都以其独特的方式 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教父带我们进入 黑手党家族的世界 展示了权力 荣耀和背叛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即使是黑手党 也无法逃避家庭问题 和衰落的命运 这部电影 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黑手党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家庭 荣誉和背叛的故事 疯狂动物城 通过一个动物世界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 多元共融和对差异的接纳 他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伙伴 也能携手创造奇迹 这部电影 用它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 爱情和友情 是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力量 最后 我们讲到了真爱之上 这是一部 关于爱情的圣诞响宴 他用一系列交织的故事线 展示了爱情的不同面貌 从初恋到失恋 从暗恋到伴侣关系 这部电影让我们相信 在圣诞节的魔法之下 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们对这三部电影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最喜欢哪一部 你们认为 这些电影 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吗 快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